本来一直偷懒不想解训练日记 但居然发现我宝在外面推荐我的训练视频 好有成就感哦 那么作为一个在17年狗老大观念还在盛行时 就已经接触正向训练 并且真的有花非常时间任劲一周学习的小狗家长 给你们分享一些经验 在小狗学习之前你先要学会怎么做一个好的老师 我总结为以下三点 满足他的需求 举个例子 对于一直出门玩耍或者社交时间都非常有限的小狗而言 食物已经不再是他的第一需求 这时候你想用食物动力进行换回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足够的运动量 社会化等等基本动物福利是一切训练的前提 你还需要认识到小狗不仅需要户外风容 更高级的心智刺激和认知需求同样重要 学会怎么夸狗 这一点其实没有什么群权实体的 但我个人觉得很重要 小狗是同会感知情绪的动物 敷衍式的在美小狗都能听出来 好的夸奖可以给小狗更大的成就感 增加他的自信 我觉得这是我能让一个陆地猎犬变成 超爱水中雄灰的全地形小猎犬的重要原因 我要再次重申 训练的意义从不是表演 比起训练的结果 训练的过程就是你和小狗的一次交流 长此以往 他可以建立稳固的感情链接和信任 不管是六年前还是现在 我从未在训练中对小狗造成压力 所以才能做到现在的百分百换回 在后面遇到突发情况 我可能会慌张或只严肃大声地叫他名字 他也能快速地回到我身边 因为在他的认知里 训练内容百分百等于好事发生 所以永远不要在训练中对你的小狗发脾气 下一期我们讲讲幼犬必做训练 你们有什么想了解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来参考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